社会上有这么一个群体,他们被称为视觉障碍人士,因为眼睛看不见,所以异常生活比普通人要艰难很多。 本期萱萱就给大家推荐两款专门为盲人设计的发明。 第一款,盲人储具,俗话说民以食为天,不管是什么人,首先都得解决温饱问题,但是做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尤其是对盲人而言,不论是刀具还是高温,对盲人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。 对此,新疆获营设计师就专门为这类人士设计了一套专用的厨具,例如这把改良后的刀子,外层添加了一层塑料保护膜,这样在切菜的时候就完全不用担心被切刀手指了。 还有这个梯形炉架,用手一摸就知道锅架在哪里,就可以避免锅子放歪,从而导致被烫伤。 第二款,盲文电脑,为了不和社会脱节,盲人也得学会交流,学会使用电脑,为了让盲人更好的掌握电脑技能。 印度的研究人员专门研发了一款盲文电脑,有了它,盲人也能上网聊天了。 这款盲人专用电脑名为Dotbook,目前Dotbook有两个版本,40Q变体和20P变体。 40Q变体每行有40个字符,并配有传统的英文键盘和盲文键盘,与我们常用的键盘非常类似, 而20P变体可以在一行中有20字符,并且只有一个盲文键盘。 但不管是哪款键盘,都自带可刷新的盲文显示器。 有了这个盲文显示器,视障人士就可以通过用手触摸来获得信息了。 这样的设计可谓是十分贴心方便。 好啦,本期电线科技。